有一对小夫妻经常吵架 越吵越厉害 吵到后来两个人不想讲话 然后自己各自说 自己结婚之前看走了眼 感觉我们两个人的生活 是多么的没有意思 天天想到的就是离婚算了 父亲知道之后就说儿子 孩子啊我问你 你妻子有没有优点呢 这个儿子冷冷地说 父亲啊结婚之前他有很多优点 现在没有了 父亲继续问 那你认为你妻子认为你有没有优点呢 儿子继续说婚前有 现在他也不认为我有优点 父亲说孩子你比我强啊 为什么我结婚前我都不知道 你妈妈有什么优点是什么 父亲走到门口 拿起了一块砖瓦 还拿起了一团棉花 举得很高 问儿子 孩子啊你觉得哪个更硬啊 儿子说当然是瓦片了 父亲就同时把瓦片和棉花 举得高高的 然后放下来 松开手 瓦片被摔得四分五裂 棉花却轻轻地飘落在地板上 丝毫无损 父亲说 孩子你看硬的东西它会碎掉 软得丝毫没有损伤 孩子你应该像棉花一样做人 要谦卑呀 你不要去伤别人 一定就不会伤到你自己 你整天的说你太太不好 你就像瓦片一样 有鳞有脚 欲冷则冰 欲硬则碎呀 伤害别人的 伤害别人的人一定最后会伤害到你自己呀 承认别人的优点 你会让自己感觉到很温暖 盯住别人的缺点 孩子你会让自己每天活得很伤心和痛苦啊 父亲继续说 要学习棉花 为别人抵御崩寒 要像阳光一样的温暖 一句好话 孩子你可以让你的妻子温暖一生啊 一句刻薄的话 你会让他记恨你一辈子 一定会葬送你的婚姻啊 你希望父亲像你一样 对待你妻子一样 去对待你现在的母亲吗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要承认自己的缺点 要包容别人的缺点 你就会拥有美德呀 天天记恨别人 伤的是我们自己呀 感情像牙齿啊 掉了就没有了 就算再装上去 那也是假的呀 珍惜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